你現在聽的是www.sourceradio.com 原網台 我是長焦低炒的阿毛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資源、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講一下何謂正常的血壓 一般人來說都會覺得高血壓 可能會覺得很危險 可能會爆血管、頭暈等 都會吃藥去維持血壓 一般來說 成年人上壓就120 下壓就80 相差10度就算正常的 但其實吃血壓藥 又有很多副作用的 袁醫生 你對血壓又怎樣看呢 大家都 很多人都是很緊張的 很緊張自己血壓的 我亦有個朋友都是 當他公仔一忙 他就量血壓 就覺得自己血壓升了 他就立刻不知所措 經常怕自己要爆血管 所以這是一個 很多人關注的問題 曾幾何時 在醫學上有本書叫做 Silent Killer 我當然是70年代的書 經常說 高血壓是一個沉默的殺手 好 原因就是高血壓大部份是沒什麼跡象的 不是說高血壓是頭痛的 很多人高血壓到18、18、18都不頭痛的 而很多人就有隱性的高血壓 不知道 結果就導致中風 或者心臟病 這是一本70年代的一本坊間的書 我記得叫做Silent Killer 所以 大部份人對血壓的認識 都覺得血壓一定要保持正常 如果他一高 就有 就是有性命的危險 所以你發現 在我們的診所 我們很多時候 就發現 病人 稍為年紀大一點 都是在吃血壓藥的 血壓藥、糖尿藥 差不多真的很多人都是在吃的 很多人見我的時候 當時是癌症 之前有很多這些問題 過去我們經常有一種標準 有一種說法 其實正常的血壓 在說成年人 起碼30歲以上 36歲 應該是120 over 80 加減10 即是130上壓 收縮壓 下壓、舒張壓 到90 都属於OK的 而110的收縮壓 就是120 上壓、下壓、舒張壓 70都是OK的 簡單來說 就是120 over 80 加減10 一般都是這樣 好了 當然了 10元仔是年輕的 通常都是低的 當時一百十多 很正常的 但是 很多人到年紀大一點的時候 他的血壓就比較高了 去到140、150 你發現很多人 就已經很緊張 就已經吃藥了 用血壓藥去按壓 大家要了解 其實身體是很聰明的 他會做一些不斷的適當的調節自己 所以你說 為什麼年紀大的人 血壓會慢慢高呢 其實當年年紀大的時候 你身體的血管 可能暢順的程度是比較差的 變成你要把血壓到腦裡 也要大一點 如果不是你的血壓就去不了腦 而你知道血去不了腦 腦會退化得快的 所以你看到 很多人的年紀一路大一點 血壓是慢慢慢慢增加的 OK 這是一個普遍觀察到的現象 好了 既然這個普遍現象 如果我們用我們的過去的觀點 認為1120 over 80 不論你什麼年紀都好 都應該維持這樣 那麼很容易 一到年紀大一點 就會血壓高一點 就被認為是高血壓 於是一般人做什麼呢 就是吃血壓丸 血壓丸主要是去水丸 有些BetaBlocker 有些Calcium Channel的Blocker 那就是說 他們很多時候 就會第一線的 多數用去水丸 好了 但是我跟大家 用一個常理去看一下 為什麼普遍的 年紀大的人血壓高呢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 年紀大的人 就是應該是有多病呢 或者一個 心理的 條理的 適應的反應呢 是不是 當你那個年紀大的時候 你血要流暢 可能心的力度 血管可能沒那麼暢 上沒那麼闊 那你很可能 你的血去腦是困難一點 所以如果你的血壓不增加 你的血循環就肯定會差 去不了腦 那就是說 其實應該 原紀大的高血壓是一個正常的 心理的 反應是正常的 就不應該是一個問題來的 而我們呢 堅硬 一遇到這些 的血壓呢 就用這些東西去壓它 用一些所謂 去水丸的 你可以看到呢 第一 血去不了腦 那老人家就會退化 腦部退化 老人痴吾的機會就大了 是不是 還有這些去水丸呢 不斷地去水丸呢 會令到我們那個腎臟的 那個功能呢 是受到壓力了 嗯 那你記不記得呢 是Dr.Bakmangeli呢 是早年七年代八年代 出了一系列的書呢 就說我們的身體的 很多時候的健康的 慢性病的原因 是因為缺水嘛 是 那他說呢 缺水的問題的症狀呢 包括老人家的癡呆 嗯 是吧 包括腰背痛啊 包括哮喘啊 包括胃鬼羊啊 那你處理這些問題呢 比如三人仔 突然之間半天生家哮喘 其實不用叫他入醫院的 你叫他喝三杯滾水就行了 你胃鬼羊都很痛的時候 你就喝三杯滾水就行了 那他最後講到呢 其實很多時候 老人家的癡呆症啊 或者腦袋退化呢 其實原來都是 脱罰水嘛 那你想想一下 如果我們血壓軟 大部分第一線的都是去水軟 那就是跟老人家 就導致很多老人家的腦袋退化得快 是吧 那所以用一般的常理呢 就是有沒有可能呢 我們這些人呢 到差不多一年紀呢 個個都是有病的呢 都是要吃那些血壓藥的呢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 就是很不合理的 好了 那直至到最近 以前我也看過有些報道說 不管什麼原因都好 120 over 80 加減10是正常的 那甚至乎年紀大一點的時候呢 低的是可以更好一些的 那我以前也看過這些資料的 但到最近就發現 原來最新的報道是不是這樣說的 原來最近美國就正式宣佈一個標準 規定了的標準 它說65歲以上的人是應該150 over 90 這個才叫做標準的 而80歲以上的人呢 就算160到170都是好的 那就不應該呢 就是受我們過去的那些標準呢 是影響得太大 對70、80歲以上的人呢 會造成極大的 以及不必要的思想負擔 是危害極大 就是思想負擔 你知道啦 那些人經常看著血壓啦 是吧 而經常都要看藥夠不夠啦 是 那還有呢 你知道啦 血壓藥的副作用 除了你有得舉啦 那個人的精力會衰退啦 沒有力啦 那當然啦 老代的退化啦 那你想一下 就是我們的身體的正常呢 是需要這樣的高血壓 就是稍為高一點的血壓 而我們就當這個高血壓 是種種病呢 是假壓去禁止呢 那你想一下 這個日子是挺辛苦的 就是我可以想到一下 就是你經常當自己是有病 其實呢 你的身體因為健康 所以血壓呢就保持到高一點的 那你就經常在陡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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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 就是很大很大的問題來的 好了 那簡單一點呢 我跟大家快快快快快說一說一下 譬如 燃靈來說 有燃靈 什麼的燃靈 應該是什麼的血壓啦 譬如11歲到15歲 男性呢 即是年輕人 應該收縮額114 輸張額72 女性就應該收縮額109 輸張額70 到16歲到20歲呢 就收縮額應該115 男性 那個輸張額73 女性收縮額110 輸張額70 那如是長是慢慢慢慢升的 去到36歲到40歲呢 就我們所謂一般的標準 120 over 80 而女性呢 就是116 over 77 好了 跟著呢 就應該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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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升的 到61歲到65歲呢 正常的標準是應該148 收縮額86是那個輸張額 而女性呢就應該145收縮額 而女性呢就應該145收縮額 而83是那個輸張額 是 好了 這才叫做健康的標準的 OK 就如果你是在這個年齡是有這樣的 就其實是絕對就不要擔心 也都不要去就是用什麼的藥物呢 去硬硬按它的 因為你就是你將血壓按到 你是對你的身體是有損害的了 加上一些藥物的副作用 那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可以這樣說 一個非常之好的消息來的 那這些研究是怎樣得到的呢 其實呢在外國呢開始就做一些 一些大型的比較 那它結果發現到呢 就是那些年紀大一點的人的血壓呢 是高呢 是反而是長壽過健康過 年紀大的血壓低的 嗯 那就是開始呢 就慢慢地呢 他們體會到呢 其實呢 那個血壓呢 是年紀大呢 是應該高一點的 是不應該維持回 以前所說的 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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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的 那它發現呢 如果去到八十一到一百歲的高年人裡面呢 其實那血壓呢 跟它那個健康長壽呢 其實真的不是那麼大 不是那麼大關係的 OK 那我剛才就跟大家說 是一個有一個圖表 是不是 是一個圖表 或者你可以大家抄下一下 那用這個的簡單的叫做 誤事計算方法 那通常是怎樣的呢 就是將你那個年齡加八十二 是 那一份男性 是說的是三十六到六 即是六十五歲的群組 就是成人了 三十六到六十五歲的群組 男性的計算方法呢 就是將你的那個年齡加八十二 女性呢 就是你的年齡加八十 那這個是說那個收縮額的 那相應對呢 那個書章額呢 都是相應是提高了一點的 OK 那這個這個那個那個計算方法 是非常之簡單 非常之之好的 那是很容易計得比較準的 就是那個正確的標準血壓呢 是符合外國的最近在年紀大的人 那方面的比較做到出來的 好了 那 好了 那其中一個就說 那個結論呢 就說呢 已經年紀大的時間呢 如果將收縮額控制在一百六十下 以下呢 就能夠減少中風的了 一百六十以下就OK的了 那就是不要 就是很異常的標高 就是連那個唔事的計算法都高了 那才叫做高 那對大多數人來說呢 到七十歲的時候呢 收縮額呢 收縮額在一百四十 或是一百五十之間 是最理想的 不是一百二十 記住啊 年紀大到七十歲的時候呢 就不是一百二十 是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至一百一十五呢 是最好的 那而八十歲以上的老人家呢 呢 血壓高呢 是不是一個危險的因素的 到八十五歲以上的人呢 那呢 死亡率最高的反而是收縮額 和輸張額都是低的人的 死亡率最低的呢 就是收縮額在一百六十 和輸張額一百九十以上的人的 那那九十歲的長寿的老人呢 什麼血壓得好呢 其實和你的持續存活的壽命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嗯 OK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啦 那希望很多人你明白了之後呢 就不要再緊張 就是經常是無謂吃那些 無謂的那些血壓藥咯 好 明白了 麻煩了袁醫生今天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預約會診 25773798 可外聽眾 亦都可以用Skype 和iPhone的Facetime 和袁醫生網上會診 可以E-mail去 cs at 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ro.com 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了法語 你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啦 謝謝袁醫生 好 多謝大家收聽 Bye Bye 旅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我們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 三個w.h-e-a-l-t-h-s-h-o-p-dot-com-dot-h-k 你現在聽的是緣網台 我是心靈對話的Carmen 超級不 pepp 電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